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講的這一題是 108年指考的 第36題跟 37題的題組 那這一題其實也是 可以用公須三部曲 來加以解題 那照慣例我們 看到這個題目呢,它是屬於 公須三部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去找說 第一步驟它的主詞是什麼 再來是它是 點雷移動還是線雷移動 好,最後再去看到說 它交叉之後所造成出來的結果 是符合選項的答案 好,這一題非常的標準 我說它標準就是因為 它就是照這三部曲就可以解出來了 好,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我們怎麼知道它是生產者 還是消費者呢 其實我們從看的那個地方 就是政府 它查所謂的雞蛋 好,那它雞蛋主要 是要求那個 查 雞蛋的散裝容器 好,當時 雞蛋好像有 激溫的情流感疫情的影響 那散裝容器呢 就是一個重要的傳播媒介 因此當時政府就是決定說 散裝容器要更改這樣子 好,那這種要求呢 政府修改法會就是這樣 禁止傳統市場 販賣 雞蛋的時候所用的 審存容器 必須改用,必須改採一次性的使用容器 好,那這造成什麼呢 造成的一個重要影響 就是對業者來講 造成重要的影響就是他們的成本 搬運成本 大幅提升 好,那 那更關鍵的是 違者講業者嘛 對不對 好,那既然是講業者 影響業者的生產 好,跟他的全民的健康 好,那 從這樣的描述當中 似乎業者的生產是最主要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呢,主角 以這樣的文章來講的人 描述的那個幅度來講 還強調他的搬運成本增加嘛 所以應該是以消費者為主 好,主要影響的主要是以消費者為主 這樣子 好,那因為搬運成本增加 所以他的造成影響 不是因為價格 而是政府法律規定的關係 造成搬運成本增加 所以他是現的移動 而且成本增加嘛 呃,是比較不好的消息 所以是往左邊移動 好,我們直覺也知道說 不好消息就是價格也上升了 好,啊數量可能也因此減少這樣子 好,那以上來講的話 本來 嗯,小一點 本來 本來 的線 消費者 不是,生產者的線是這樣 這生產局線 那因為 政府 他要求的關係 所以就往這邊移動 所以造成的一個影響是什麼呢 本來 本來 數量比較多的 就變得這樣 就變得比較少 然後 價格呢 如果比較 比較 低 就開始這樣 就開始漲價 變高 好 從這裡 變到這裡 好,這樣變化過程 好 那 接下來 題目就是說 在我們已經知道三部曲是這樣的 造成的這樣的影響之後 我們推理已經知道這樣的影響之後 我們就看下面他所講的四個選項的描述 哪一個就是正確的 嗯 好,首先A選項 民眾可以買到安全的集蛋需求將增加 好,這個地方如果講到是說那個民眾的話 文章的題杆並沒有描述 所以我們只能就這個選項裡面所講的狀況 好,來去判斷 可以買到 民眾是消費者 那消費者可以買到安全集蛋需求將增加 好,需求將要增加 好,就會開始去增加 但是如果說 除非民眾的偏好有特別的改變 否則 你被動的看生產者成本增加的話 那民眾買到的雞蛋其實是怎樣 呃,是漲價的 啊,因為漲價需求就減少嘛 好,所以這個選項 呃,很難是正確的 好,再來B 呃,廠商提供的琴蛋的成本 將會增加 而且,呃,供給會增加 來,成本提高是沒錯 但是你說 供給將會增加 成本提高了 那你供給的量 剛才已經看了嘛 從多 等一下 哎呦,用這個好了 用這個 從原來的多變少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會增加呢 所以這個成本增加這個描述 是不對的 不可能的 所以B選項是錯的 好,再來 政府干預 清淡的描述的方式 隸屬於價格管制 好,這個是屬於 屬於什麼 政府干預有分成 直接干預跟進階干預 好,那直接干預是 直接對價格 還有數量去進行干預 去進行干預 所以它所影響的圖 是直接切一倒下去 有時候是橫切 好,有時候是直切 但是政府這次是要求它 散裝的當 它並沒有對價格 還有它的數量做出限制啦 所以它影響是整個曲線的移動 是屬於間接干預 所以這種間接干預呢 來,注意一下 這種間接干預呢 而銷售環境屬於價格管制 根據它的描述 並沒有 是屬於間接干預 政府反而是屬於間接干預 不是直接干預 好,是屬於間接干預 而不是直接干預 好,再來租選項 市場的交易價格 將因為防疫政策而上升 沒錯嘛 它不是從這段 剛才所畫的這段 就可以知道 是從低到高嘛 所以這個是沒錯的 好,所以這題答案是 租 好,那想解的地方呢 我就是寫的是地方 不懂的同學們可以 呃,停下來看這一段 聽歌看這一段 好,那我們這一題的講解就到這邊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